其實我們很小心 一方面我們做很多調查研究 大家都覺得怎樣能夠令到他打針 他就說如果我的檢疫期可以縮短 我又出行 這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但是除了我們去處理這個誘因之外 我們都要很小心 好像你這樣說 不希望因為這個縮短了 會令到有些病毒可以進來 所以我們有其他的防線 例如我們有一些比較高危的國家 根本他不可以因為打了針而令到他縮短 我們就很小心 以這個不同的國家為基礎 第二就是航班的熔斷機制 如果他真的有一些地方忽然間爆發 他進來如果我們找到他是有 即是在機場已經截到他 或者是在酒店已經截到他 我們都立即溶斷他 他都不可以再飛來 現在我們分兩方面 一就是有些我們根本前瞻性 就是去停了他飛的 例如好像印度、菲律賓、印尼 現在或者英國這些 其實現在都不可以飛到回來 但是溶斷就是有些是航班溶斷 有些是地區溶斷 即是說如果他有些來到 我們在機場已經倒截到他 那麼我們數著的數 如果他是同一班機 例如有超過某一個數目 幾個而已 那麼我們就立即14天內 他不可以再飛來 甚至乎如果他去到酒店 我們又發現到 有些都是從這個地區或者國家來 那麼我們其實就溶斷了他整個地區 都是在14天是不可以飛來 那麼其實怎麼都有幾十次的 就是由開始有這個的 不過我們就通常就沒有逐次講 大家就未必很清楚 那麼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有 因為我們現在的檢疫期 其實差不多全世界最長 有很多都是21天的 有很多人都有一些意見的 其實很多時候在這個21天之內 其實我們發現到有一些個案 那麼我們衛生防護中心都會公佈的 那麼所以就大家可能以為 咦我們都例如好像停了飛印尼了 咦為什麼還有一些印尼的個案 其實就可能是在那21天中間有的 就不是說今天我公佈 就今天有印尼的飛來 那麼可以這裡都澄清一下